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超叔叔 这是给盲人朋友的第六堂课 我很感动也很佩服也很高兴 你们愿意在休息的时间 听着我的吉他课来学吉他 那前面五堂课 我不知道你们学到什么程度 第六堂课呢 我来回答你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音阶 就是你说的 你要知道吉他上的 Do,Re,Mi,Fa,So,La,Si,Go,Re,Mi,Fa,So So,Fa,Mi,Re,Don,Si,La,So,Fa,Mi,Re,Don,Si,La,So,Fa,Mi 知道这个有没有用呢 有用是有用的啦 但是我得偷偷跟你讲个秘密 就是他对我弹唱没什么帮助 因为比如说 他对我来说并没有用 因为我们在弹唱的时候 就是把和弦按好 一扫一下就行了 但是呢 总还是要了解音阶的知识的 所以我们来个简单版 就是控制在前三品 就是控制在前三品 那C和弦 不是讲错了 C大调的Do在哪里呢? 在五弦的三品 就是五弦的第三格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C和弦的根音嘛 对不对 就是我那天讲的呀 那今天我们不管和弦也不讲根音 那 这个是Do 那Re呢 照我们之前的说法 Re是比Do加了两个半音 也就是一个全音 所以Do如果在五弦的三品 其实Re就在五弦的五品 就是加两品就变成Re了 但是我们刚刚约好了 我们只希望在前三品 前三品弹音阶 所以你就得在另外一根弦上去找答案 就是在四弦的空弦 所以四弦的空弦是Re 五弦的五品也是Re 诶那怎么办 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 老师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没有道理啊 那我就告诉他 对真的没道理啊 不是因为 一个音阶 一个音不是只规定 只能在一个地方发出来的 所以五弦的三品是Do Re呢? 当然五弦的五品也是啦 但是我们今天弹的就是前三品 所以五弦 所以四弦的空弦就是Re 四弦的二品就是Me 四弦的三品就是F 三弦的空弦就是SO 三弦的二品就是La 二弦的空弦就是C 二弦的一品就是Do 所以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Do Si La Sol Fa Mi Re Do 这就可以让你练一段时间了 这时候就有人问 老师,为什么前面是Do 后面也是Do 到底哪个是Do 都是Do 别说都是Do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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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擦了八度都是Do 他说那到底哪个是Do 因为有一个 我有遇到一个学生 他一直跟我纠结 他说纠缠 他说这两个都是Do 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哪个才是真的Do 他告诉你都是Do 就像鼠牛虎吐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鼠 怎么又回到老鼠了 今年两岁的跟今年二十六岁的 跟今年三十八岁的 都是鼠老鼠啊 对不对 他们是一轮一轮的这样的关系 所以不要纠结 别说Do Re 还有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还有呢 别急 刚刚讲到二弦的一平是Do 那Re呢 二弦的三平 因为Do跟Re是差两个半音 对不对 Mi呢 Mi是一弦的空弦 Mi 一弦的一平 巴 一弦的三平 So So Fa Mi Re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那Do可以再往下吗 对了 五弦的三平既然是Do 那五弦的二平就是Si 五弦的空弦 La 六弦的三平 So 六弦的一平 Fa 六弦的空弦 B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从上往下 从下往上来一次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So Fa Mi Re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Si La So Fa Mi 当作一个手指的练习啦 或者你可以玩一些特别的游戏 比如说Do Re Mi Fa 四个弹四个 Do Re Mi Fa 从Do开始 对不对 那下次就从Re开始 Do Re Mi Fa Re Mi Fa Sol Mi Fa Sol La Fa Sol La Si A Sol La Si Do Do 类似这样 你一直这样爬上去 或者下来 好 这是一种爬格子啦 我再偷偷讲 它对我弹唱并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对练习手指的灵活度 却是有点帮助的 好 我希望这堂课对你有些 意义 那这是第六堂课 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微信喊我一声继续说 那我就拍在第七堂课里面 好啦 拜拜 哦 对了 你好像还有个问题 讲到的是 和弦里面 minor 不 minor的问题 那我现在直接说好了 你看哦 什么叫做minor 什么叫不minor 这个其实以后 你在学到乐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但是我们最开始 在学和弦的时候 为什么会 你会发现有些和弦 比如说它叫做C 有些和弦叫做A 有些叫做A minor 那到底A和A minor 什么关系 它们有一个关系就是 只要是M minor 那个M 带M的它都是一种 比较忧伤的风格 比如说一个A 很明亮对不对 那A minor呢 A和弦的按法是 你的三根手指按在 二三四弦的二屏 然后从五弦开始往下弹 因为五弦是根音 那A minor呢就是 中指在四弦的二屏 无名指在三弦的二屏 十指在二弦的一屏 其实它跟A 就差了一个音 这是A 这是A minor 就差在这个音 所以你看A和弦 它是一个major 所谓major就是大调 有时候就省力就变A和弦 所以它听起来真的很明亮 很明亮对不对 那如果A minor呢 我的母亲 她打我 每次都举这个例子 不太好 就是我的母亲她打我 minor和弦 它就是小调的意思 所以很多这种 少数民族的歌 它就常用到这种minor和弦 但虽然它的 和弦的色彩是忧伤 但不一定 也许它唱起来很快乐 比如说 这个例子也不好 就是说 所谓的忧伤与不忧伤 它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当然你可以透过 你在歌曲的表现方式上 你也可以把 这个宋冬也的歌唱得很欢快啊 就是每一首歌它可能本来很忧伤 你可以把它表现得很欢快 反之亦然 所以 和弦 minor 与不 minor 它有一个忧伤 与不忧伤的特色 但不代表 它就代表它很忧伤 或不忧伤 哎呀我讲了好像绕口令一样 希望没有帮你带跑偏啊 这个 现在换老师还来得及 好 拜拜